今天的这期内容有点像纪录片 老罗带大家看一下我去年买的这套别墅 在入住一年后 随着墨尔本最近极端天气越来越多 屋顶的瓦被风刮的错位后 还好及时紧急维修 否则就要面临整屋漏水的重大损失 在墨尔本的小伙伴们赶快一起围观一下吧 我为了做本期内容 还特地做了前两期内容 作为前传和铺垫 第一期是 在墨尔本别墅上旁接瓦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老罗亲自爬上屋顶 向大家展示了目前澳洲绝大多数的屋顶结构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木枝架 上面直接是瓦 下面就是天花板 中间再点缀一些像美容被一样的格勒棉 第二期内容是 在墨尔本买了别墅后 最需要认识的朋友是谁 他和老罗买了这套房子后 通过好朋友介绍 认识了杰克 尽管他当时做的是我家的DEC 做得我非常满意 但他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澳洲所批华龙屋顶维修的从业者 具有20多年墨尔本屋顶维修经验 所以上个月我家屋顶发生问题后 第一时间就请他来做了一个紧急维修 先回顾一下当时的记录吧 好 杰克 幸亏你上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呢就是屋顶长时间没有 就是说也没有检查过 因为这个水泥已经是 就是说已经没有力了 它这个cap放在这上面 它是没有力的 然后遇到天气不好 刮大风的时候 就把这个挂起来 你这个还好 发现得早 下雨雨水前进去了 下面就是天荷板 就是森林 那么就要 漏得一条糊涂 所以说这个屋顶呢 差不多就是说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好就是说 专业人士帮你来检查一次 看看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想你也放心 就像我们车座设备时一样 你跑到一万公里 那么换换机油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么发现问题 你早早处理 小时也是很多的情 老罗运气还不错 发现问题后几天天气都蛮好的 所以杰克就能马上 直接进入最终的维修 不需要进行临时的防雨处理 来一起看看当时的记录吧 杰克啊 这次我的屋顶维护 主要包括哪些工程呢 包括这个 上一次我们说过的 这个这一块的 紧急维护 紧急维护 因为它这个水泥已经没有力了 所以我今天 就是把这个 旧的水泥把它拆掉 重新做新的水泥 我们叫bedding 把它做好一会儿 然后再做pointing 好的 那这一块就是 把它做完了 好的 老罗一直觉得 旧火不如防火 那么除了让杰克 做已经破绳之处的修复 还会排除哪些隐患 做到防范于未来呢 你看啊 老罗 你看这个地方 正常的呢 这个做好了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它已经脱落掉了 这个呢叫flexigpointing 那这里面是水泥 那目前情况下 它是不会漏水 嗯嗯嗯 但是这个地方 风吹雨晒了以后 这个水泥 一旦脱落以后 它这个地方全部会出来 洞口 然后这个下雨的时候 雨水就会进去 渗进去啊 对 那么这次做完了 就是把这个重新的再做一次 flexigpointing 把它cover住 保护这个水泥 然后这个没有干 放回一会儿 好的好的 你看 老罗这个地方 这个植物全部长在这上面 嗯 这个是铁皮的 嗯 长期搭在这个地方 蜡笔挤在这里 水挤在这里 那会造成这个铁皮 这样有就会生臭 生臭就会浪 嗯 所以这个地方要全部把它清理干净 好的好的 包括我的屋顶 可能也做一个细致的检查 包括屋顶的水槽啊这些 对的 好的 我们就期待两天以后 杰克的大作品 现在呢 杰克在我的屋顶的最高峰 现在的环节呢是清理屋顶的水槽的环节 老罗也一直 拉近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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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杰克在清理我下面的屋顶的水槽 现在杰克在清理我的阳光棚应该算 经过杰克两天的辛勤的劳动 老罗的屋顶紧急维修和保养都搞定了 杰克麻烦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原来破损的这块怎么个怎么个处理的 首先我做了水泥 我们叫bedding 等到水泥干了以后 我们做上了一层flexy 带颜色的 flexy就是我们中文说有弹性的 它是根据你这个天气 然后水泥会热涨冷缩 它会跟着水泥热 它就涨 它也跟着涨 缩 它也跟着缩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产 老罗再给大家来个特写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地方 全是杰克重新处理过的 上一个视频呢 这块的水泥都有点剥落了已经 那这样处理好以后就安心了 杰克 这样处理完以后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了 起码十年之内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十年之内 好 太好了 经过杰克的这次维修 包括我这套房屋的小装修 我觉得正如介绍杰克给我认识的那位好朋友所说 如果你想图实惠找个最便宜的 那杰克肯定做不到 因为他的手艺 效率 质量都处于行业的领先 而收费在行业内属于中等偏上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适合既考虑价格 又要考虑到质量和装修品位的人群 我最近还特地去穿关了杰克正在Torak做装修的一套豪宅的翻新 看完后 我就决定把自己刚买的这套位于Q 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宅 不仅屋顶继续放心的交给杰克 还准备请他在三个月内高效 高质 高性价比的做一次旧房的翻新 当然 在墨尔本优质的旧房翻新 其实是能为你的别墅带来额外的价值 老罗也会陆续和大家分享关于这方面的主题 赶快关注老罗吧 我们下期见